第一个是保护,所以不能动 第二个呢,里面的公式也看不到 可是如果说像比如说你们 就其他人给你的档案 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而且你也看不到他到底里面打什么公式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有那需要 就是说你希望看到里面到底公式怎么样 那你可能如果照正常程序 你需要知道密码 但是呢,如果你不知道密码 你是无法看到里面的东西 但是呢,有一个方法 这个也是同学分享的 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可以把它,有点像把它破解掉 其实有一招,怎么样做 第一个我先把它关闭起来好了 那当然关闭之前我先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呢 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做破解的话 因为之前有同学跟我分享 说老师我有一天突然用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他说无意间呢 他把档案怎么样 传送到Google的云端硬碟 然后呢,莫名其妙呢 却发现一个状况 但是呢 上传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 先把它转换成Google的试算表 意思本来是微软 Exail 就是微软的试算表 那你要传上去的时候 把它转换成Google的试算表 Google的试算表 它没有保护的功能 它没有保护的功能 没有教育保护功能 所以呢,它会莫名其妙发现一个状况 它本来有保护的 突然间呢,就变成没有保护了 那后来我想 那这一招的话 其实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可以用在 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就是说呢 本来你看不到里面的公式 但是呢 你希望看到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档案呢 传到那个Google的云端 应该各位有用过云端一点吧 你可以用拖拉放 或者你可以怎么 用那个 这边有一个按右键 可以上传档案都可以啦 我习惯用拖拉的 拖拉的时候呢 记得哦 设定里面呢 要把它改成转换哦 所以我刚刚这边有个设定 有没有 把它记得这边要打勾 如果打勾的话 它就会帮我把什么呢 把那个Excel的 这个档案 传送上去的话呢 会变成Google的试算表 Excel的试算表 变成Google的试算表 那它因为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它怎么办呢 就 有点 无中无心插流 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公式 有没有 保护给完全破解了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有些东西 假如刚好人家给你一个档案 结果奇怪了 为什么都不能做啊 也不能看到里面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那你希望看到的话 有这一招哦 你想说老师那我放上去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再拿下来 也可以 档案里面有个叫做下载格式 你也可以把它怎么样 下载成原来Excel 那又恢复成原来状况 只是差别在 它把里面的保护给取消掉 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 应该算什么呢 这个不是刻意为之 所发现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招可以学起来 如果以后呢 实在是没有方法可以找到密码的话 其实这里